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 可以说使用一种威胁性的口气对捷克的外交部长维特齐访问台湾一事 可以说到处的进行点评 而且直接发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王毅在这个威胁当中口口声声说 一个中国原则才是中国和捷克进行政治交往的基础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王毅的这个话究竟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也就是说什么才是两国交往的真正的政治基础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王毅认为一个中国才是中国和捷克之间交往的这个共同的基础 什么是一个中国 在北京的心目当中 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他的立场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呢 这个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台湾呢 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势力 政党主张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承认一个中国 但是我们承认的是中华民国 现在北京呢 非常忌讳的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字眼在大陆出现 甚至大陆的老百姓在家里边挂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都会被派出所叫去喝茶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大陆啊 那么整个缺乏一个真正的合法性的政权和政党轮替的一个模式 蛮权现在仍然照搬的是中国封建帝王王朝的那种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所以说他真正的如果想让人民享受到民主 享受到一种公义的话 我想这才是中国大陆的出路所在 而不是他像他的这个外交官一样到处充当他的打手 捷克包括欧洲啊 很多的这个政党 很多的国家 现在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流氓的嘴脸 捷克的外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啊 维特齐访问台湾之后 王毅啊 刚刚从凡尔赛宫 那么刚刚离开 他坐的那个位置啊 那个就是说位置还是热乎的 哎 法国当局呢就已经明确表示要支持捷克 要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社会上争取自己的 合法的 正当的 人民应有的民主和国际地位 我想呢 法国德国作为欧盟的两个 在英国这个脱欧之后 作为呢 法德呢就是作为欧盟里边 十分重要的这个中枢性的国家 能够出来表态支持台湾 说明呢 中国共产党啊 在欧洲的这个外交气数 真的是揍到了尽头 好 最近呢 我还看到中共官媒呢 发了这两篇文章来攻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说美国有媒体啊就说 有媒体啊刊登了一篇文章 说蓬佩奥这个人呢 是美国史上最差的国务卿 那其实中国官媒现在自己都承认了呀 在美国国内可以刊发任何的文章 批评他的所有的官员 包括上至总统 下至任何的市的议员 县长 警察局等等任何的人都可以随便批评 那么也就是说公职人员呢 在美国看来是放到了阳光之下去运作咯 那问题是你天朝的这个官员透明性何在呢 你还居然敢大言不惨的在这里攻击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我想啊真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媒啊 真的应该好好地去学一学西方的新闻 或者说真正的新闻是什么 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职业操守 下面呢我们还看到中国大陆有这么一条消息啊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快递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快递业务量非常的大 那么很多的包裹啊 目前来讲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是空置的包裹 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容 那么后来呢中国大陆呢也发现 哎 这些包裹是哪来的呢 后来他们经过调查发现 哦 这是有人要洗钱 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邮寄包裹 那么进行这个虚构的这种买卖事实的这种确认 然后呢来把这个有关的这种洗钱的这种流向呢 给他隐蔽掉 这是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啊 现在发现的自己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 大量的空置包裹 每年达到好几百万个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些包裹的存在 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是非常少见的 为什么单单在中国大陆才有呢 很明显中国大陆的这个洗钱 可以说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程度 现在呢经济下滑 通货膨胀 民生凋敝 可以说朝不保夕的统治 让中共啊感觉到四面楚歌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中共的这个官员的洗钱 中共反而不去说了 因为中共的官员现在忙着的 最大的一项工作 就是抓紧转移他们的财产 转移到哪里啊 转移到西方国家去 因为他们感觉到中共的这艘大船 恐怕撑不了几年了 好的 关于呢中国大陆以及亚太的重点新闻 我们就为您的评点和分析到这 谢谢大家